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有關差異性硬碟的一個應用 所以差異性硬碟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有一顆硬碟讓你做參照 但你另外一顆硬碟呢 它去什麼 去拿它那個參照來用 就像一個範本一樣 我先暫停一下 好 我們差異硬碟的新增方式 我們來看看怎麼去做 各位呢 這個差異性硬碟 第一個你要先有一個負系硬碟 負系硬碟是要先出現 知道吧 先有負系硬碟才可以做差異性 所以呢你看看 我現在如果說我要把這個server 001 當成我的負系主要的硬碟 對不對 讓被人家參考 那這個是不是要先做到你最完整之後呢 以後修改的地方越少是不是越好 所以這一顆 這一台作業系統 你所知道的 除了office不要裝以外 這個才作業系統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最重要是不是Windows Update要更新 對不對 是Windows Update要更新 但是現在不要更新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裡要更新 是不是 這樣子的意思吧 好 既然這個要更新的意思就在這邊 所以說呢 當然現在不要做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負系硬碟是不是 你今天做這個要給人家參照 你就要把這一台做到最新的 最沒有問題 對不對 以後有問題是以後的事 但是現在最少這時候最新的 所以這邊要去做更新知道吧 把它更新成最新的 一些Windows Windows有一些錯誤的話 把它更新好 重大錯誤什麼都把它更新好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再來 這一台電腦 它被參照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都跟它一樣 所以說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每一台電腦的 在我們這邊來講是 SID都會一樣 你跟我的SID都一樣 那SID都一樣 在平常在用不會有問題 各位呢 你已經有 老師有給各位做過AD嘛 對不對 AD的時候呢 這台電腦要加入到它的網域 對不對 就會跟我們的SID有關係 這個問題跟身分證一樣 身分證不能重複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再跟各位講 作業系統的特性是什麼 當你安裝好到開機的畫面之後呢 這台電腦的SID就變了 就幫你產生了 那你怎麼去找到這一台母機 真的母機 我們先來點一下 按右鍵 有一個命令提示支援的系統管理員 點檔一下 這裡呢 有命令提示支援到這邊 然後我們來打個指令 好 我打一個 Who am I 我是誰 對不對 然後這是斜線User 反斜線User 然後這一個就是你的SID 那你要 因為各位你現在有做 加長工作階段 所以這邊你也可以用Copy的 把那一個剪貼布 可以做一個剪貼布 這裡呢 有個剪貼 剪取工具 對不對 我把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對不對 剪取工具 按下新增 我把這個框框扣下來 你這一台就叫做什麼 你的SID 對不對 那當然我可以存起來 存在什麼地方 這是做驗證用的啦 因為我們這邊沒裝Order 所以說呢 我可以存在哪邊 Wordpad 這邊 這邊把它貼上 這是我的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SID 對不對 56703 對不對 後面後面 5708 5708 這是 看起來比較解析度沒那麼好 我打一下 56708 對不對 我拿後面幾碼就好了 我不要用全部的 對不對 這邊就是 好 Dash 500 好 就這樣就好了 前面的大概就會變了 這個值在做驗證 這樣知道吧 好 那你可以先看看自己的SID有沒有變 知道吧 好 那我們要做的 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一台Windows做一種安裝好之後 它開機 開機之後呢 它就會把它產生一個SID 所以呢 你要當母機是不是不能產生SID 想想看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說呢 我們的複系音碟 你要做產生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是用作業系統來做 所以第一個動作 然後你要把你的SID清除掉 把被參照的那一顆電腦 那一台電腦的硬碟對不對 那些電腦是有作業系統的 你要把它SID清除 那剛剛呢 已經讓各位 知道怎麼去查SID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清除它 怎麼清除 要在這一台S001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各位可以從 檔案總管 C槽 Windows SYSTM32 裡面有一個SYS PREP 來 這裡有一個SYS PREP 裡面有一個SYS PREP 這一個檔案 這一個執行檔 就是清除SID的工具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你要去點這一個 這個當然要記起來 你要記起來 你要自己抄 因為它路徑 我是用很多次我才記得 對不對 那你們不記得 你要去把它抄起來 抄這個名稱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那你看我去點兩下 是不是就出現這個了 好 這個呢 正常的做法 當然有一些其他的做法 我們講說 我們在做這個工具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 第一個 要進入的叫什麼 全新的體驗 就是呢 意思是把現有的 這一個作為系統裡面的 開機過的過程 開機過需要的 體驗的過程把它清除掉 變成沒有開機過 這樣知道吧 再來 這裡呢 它有一個一般話要打勾 好 這裡呢 開機完要做什麼 清除掉之後要做什麼 關機知道吧 不是重開機 重新開機是不是就 又產生SID了 對不對 結束還是停在這個畫面 你要記得關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完這個 清除的動作 我們要做什麼 關機 清除動作 SID清掉了 所以我這一個作為系統 要做什麼 以後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就永遠不能用了 知道吧 因為你要被人家 參照 所以要做這兩個動作 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 有沒有 稍微做了一個紀錄起來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 別人去參照他的那一個 新電腦 不能是不會有這個ID出來 他絕對不會 因為他會重新產生 好 那這樣做好之後 選區好了之後按一下確定 讓他去做 開始清除 清除好就關機了 你就不要再做了 好 我們就先暫停到這邊 來 我們讓他跑一下 這一台剛剛做完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他就自動幫你關機了 那關機你不要再按啟動囉 你按啟動就無效了 就要再重做一遍 知道吧 那你看一下 我這一個檔案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自己知道 這一個作用系統 是不是在SERVER001 這檔案是不是這一個 所以你要去記得 你的這一個作用系統的檔案名稱 在什麼位置 你都要記得 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一台機器做什麼 關掉了 知道吧 關掉了 好 關掉了之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不是S001 對不對 他現在不可以再放在這裡了 因為放在這裡就有 有風險會讓你不小心開機了 所以你要把這一個刪掉 這個 虛擬機器的管理的這個地方 要刪掉 他檔案還在 所以管理的地方刪掉 把它做刪除 刪除 好啦 刪除之前 我剛剛讓各位去檢查他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去檔案總管 知道吧 去看一下你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位置在什麼地方 要去找一下剛剛的位置在哪裡 是不是在 S001 我現在事先剛剛都在這邊了 所以你是不是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用了 那我們先把它做什麼 按右鍵 減下 減下 我用減下的喔 就是不要讓他放在這邊了 我把它放到什麼地方 放在你自己抓的到的地方 那我們因為上課老師都放在這裡 對不對 你把它放到上一層 基本上不一定要放在這裡 你知道吧 只要放在你找的到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再建個資料夾 叫做複系什麼的 對不對 來我放在這裡 按右鍵做貼上 那你就可以改名字 知道吧 改名字這個叫什麼 讓你自己知道 這個檔案叫什麼 2016的複系 F 我減號拿掉好了 F 對不對 然後存起來 你就會知道 這個檔案就是你的複系硬碟 2016的複系硬碟 而且是 清除SID之後沒有開機 這樣知道吧 我們先暫停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現在把不必要的都刪掉了 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複系 剛剛做的是 Copy到這個這裡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要來去做什麼 新增複系硬碟 對不對 新增硬碟 所以說呢 現在要開始做什麼 新增 虛擬硬碟 好 要選擇什麼 差異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回到我們的HyperV 對不對 好 到這邊呢 我們要去做新增虛擬硬碟 來 所以這裡也有個什麼 因為你剛剛作業系統已經在啦 對不對 各位 我有舉一個例子叫做 100塊的例子 對不對 你有100 我有50 你的100是參照的 所以你這100塊是被我參照的 就是我剛剛的複系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產生一個 能夠存檔的50塊 對不對 我這裡50塊嘛 要先存起來嘛 所以你現在要存的是 是作業系統的 以後有變化之後 存到我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你要新增的 那顆硬碟的功能 就是作業系統的功能 知道吧 所以我們要點這個 新增硬碟 好 你現在做的這顆硬碟 是 你這個虛擬機器的 主要存放的硬碟 知道吧 那你的大小是 這顆虛擬硬碟 剛剛那個複系硬碟的大小 因為不能變了嘛 複系多大就多大 要知道意思吧 來 到這裡呢 之後來 我們下一步 這前面有做過 我們要選擇這邊 一樣VHDX 然後這裡要選擇什麼 差異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我們要選差異 來 選擇差異按下一步 好 這裡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虛擬硬碟的名稱 這個虛擬硬碟就是 你自己的 作業系統的名稱 知道吧 跟剛剛的複系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知道吧 是你的 那你這個 你這台電腦你要給它 什麼名字 當然就依照你的需求 來 我現在我們先 因為我們在上課 我們現在用個A 第一次的 叫A 前面是座號00 server erver 好 01 這樣可以吧 我們這樣一個命名 A 我跟黃老師的 電腦 虛擬機的電腦 把它做區分 這樣知道吧 A 現在就是我在用的 黃老師這邊是沒有代號 知道吧 一樣 前面的00 都是你的座號 1要打01 2要打02 好 那這個server當然就是我們的 大家一樣的 01也大概一樣 就前面這三個字 這兩個字不一樣 座號不一樣 多加個A 就是為了區分 好 當然這個電腦名稱 你的取法是什麼 你要針對這台電腦 是什麼功能 像這裡你看 你是不是給它FTP 你是不是選 寫FTP 對不對 你要給它功能是AD0 ADE 是不是就這樣子 這個就是 你要給這台電腦命名 當然你的web 是不是有一些web網站 對不對 你也可以真的這台 這台作業系統 是要做什麼事情的 你要給它一個名字 那一般來講 我們是不是在外面 在公司裡面 你說如果有一台電腦 給同事用 對不對 你是不是把它命名 成為這個同事的名字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好了之後 再來就是我這個位置 要放什麼地方 對不對 這個是虛擬機 作業系統的位置 你要預先知道 它要放什麼地方 請問你知不知道 也沒關係 那這邊你看 我們要預先知道 我這個硬碟 以後新增虛擬機器的時候 它會放在什麼地方 知道吧 那我們現在預知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放在什麼 低槽的 如果hyper V 底下的 電腦名稱 底下的 Volture Hard Disk 這裡面 是不是會放到這裡 對不對 這是我們預先知道的 因為你在新增虛擬機器 是不是就會放在這裡了 硬碟是不是就放在這個位置 空間底下 這個資料夾底下 這是你預先知道 你要知道喔 不是說跟著我打就好了 你要知道為什麼 知道吧 等一下我還會再講一下 再來 我們已經知道的位置 我們預先把它放到這邊了 這個是在我們新增虛擬機器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介紹過 不熟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來按下下一步之後 這個就告訴你 你剛剛這個檔案是不是都是空的內容 沒有東西 所以他要去參照誰 參照 複系 對不對 那我們要參照的是那一顆 剛剛已經做完座位系統 對不對 而且已經清除 SID的桌子系統的檔案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瀏覽 找哪邊 剛剛你是不是存在 Hyper-V底下的Volta Disk 裡面的2016 知道吧 你不要選其他的喔 因為我們其他是 其他老師在用 對不對 先選我們剛剛這一顆 好了之後呢 對不對 按下下一步 開啟 你知道什麼 這個路徑就是什麼 我在講 這個呢 他以後呢 會去參照 這一個音碟 所做完的任何的事情之後 再往下延伸的檔案呢 都會存在 這個檔案底下 對不對 這個檔案是不會變的 好 你已經設定好了 來 按下一步 讓你列個清單 沒有問題 按完成 好 這樣呢 你就可以看到 來我們開檔案總管來看 我是不是預先把我的檔案 是不是放在 A00的Server01底下的Virtual Hard Disk 是不是這裡 所以你下次再新增虛擬機器的時候 是不是要打勾 記得打勾 是哪邊打勾嗎 第一個頁面是不是要打勾了 我們要放在不同的位置地方 等一下來看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新增 差異性硬碟 是把複器找好了 那 我現在呢 偷偷的 先預先 跟各位講 講什麼 如果我現在還要再新增 第二台Server02 的 複器硬碟 你要怎麼做 是不是剛剛的做法再做一遍 對不對 那我要第三台是不是要再做一遍 是不是 第四台是不是要再做一遍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就是剛剛這個做法 是不是要再做一遍 新增 硬碟 是不是這個做法 是不是要再做一遍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還要在舞台 是不是要再做五遍 但是 不用 為什麼不用 因為 你想想看 這一顆 做完關聯的時候 我開機了沒 還沒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顆裡面的這個硬碟 是不是空的 裡面有 是不是關聯到那顆複器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很簡單啊 我是不是這個資料夾按右鍵選複製 按右鍵選貼上 我剛剛講要Server02 對不對 我是不是改成2 對不對 裡面的檔案名稱 是不是改成2 有沒有 2 是不是就好了 我要五台是不是又做五個了 是不是Call五次 五次的檔案是不是都很小 因為它都還沒安裝嘛 對不對 因為還沒開機嘛 這一個主要硬碟 因為它剛剛參照之後還沒開過機 所以它是空的 對不對 現在只是設定喔 等到開機之後才會真正去關聯 知道吧 現在是不是都沒有 現在只是設定好關聯 還沒有真正去用它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 但是Copy過來就好了 我要問再問啊 這個 我剛剛提到說 這個開機之後 有新增的改變 是不是都存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沒開機嘛 所以它的SID是不是還是空的 也沒有這個都沒存檔 所以我把它Call下來 是不是可以用 對不對 但是你一開機 你就不能Call了 你Call了是不是就是 拿了SF01來用了 是不是就又不行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我是不是 現在如果要第三台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請各位再做一次 第三台 第三台我們是備用 知道吧 我們現在目前不會用 我們就備用 來 把它 刪 對不對 你就知道啊 刪這一台是空的 對不對 當然你的名字要跟著改掉 知道嗎 不改可不可以 請問不改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它放在不同地方啊 但是改的是為了讓你方便 知道吧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或者你在管理的時候 都要改掉 知道吧 不同檔案是不是都改成 不同功能的名稱 對不對 好了 來 SF03就是我們的備用 所以我們的1跟2 要拿來用 好 現在呢 你就開始去做什麼 把虛擬機器新增1跟2 把它新增起來 放在我們的這個位置 我們的hyperby管理員 對不對 那這個做法就是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來 新增 虛擬機器 好 這一台第一個畫面的虛擬機器名稱是什麼 好 那你當然呢 我們建議各位 去做什麼 用複製的知道吧 複製這裡 按F2 知道吧 要習慣喔 要按F2 讓這個變成編輯知道吧 點它 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點它是按F2 是編輯畫面 Ctrl C 複製 F2 C C Copy了 到這個地方 Ctrl V 貼上 這個用Copy Copy的比較不會打錯字 知道吧 好 它 是不是要打勾 它才會把這個虛擬機器 放到我的電腦名稱底下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第一場上課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了 這是為了這個打勾 那我們預先已經知道 會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剛剛 虛擬機器的硬碟檔 是不是就放在那邊 對不對 好 下一步 第二代 下一步 好 我們先給它2048 好 好 這底下我們就先不管 下一步 這個呢 這個WINLAN 你們先不管 下一步 好 這裡 是不是要產生新的硬碟 但是我們是不是已經 有做一個差異硬碟 那個叫已經有硬碟了 所以就不要去新增了 對不對 你如果新增是新的嘛 我們要是打舊的 舊的呢 它是屬於複系去參照過來的 所以這時候 它內定是不是跑到這個地方 你不要選錯選這一個知道吧 這個可不可以開機 不可以啊知道吧 這個不能開機知道吧 因為它內定跑到這邊 我們就放在這裡 你就不小心就選它了 知道吧 你就把它開機了 所以後面全部壞掉了 當然現在第一次還好 對不對 來 我們要SERV01 底下的SERV01 是不是這裡 這樣了解嗎 特地在讓你 我特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特地又再講一下 知道吧 好 再來 下一步完成 好 那SERV02 等一下自己做 你看我這一台 我是不是就可以開機 各位看看它 等一下我們要去做什麼 我驗證SID 好 開機 好 SERV02 開機當中是不是就可以開始做了 對不對 按Enter 然後去開機 現在這個開機動作 才會把它作業系統在開機的一些初實化的功能 電腦名稱 SID 有沒有 網路的設定有沒有 幫你初實化清空 知道吧 它在這個地方會幫你改掉 剛剛現在這個開機的動作 所以它才會產生一些硬碟檔 你看它產生硬碟檔放什麼地方 是不是放在這裡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知道 它是不是4096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400多米了 剛剛開機的動作會產生400多米 500多米 有沒有 是不是產生600多米的硬碟檔 其實是不是存在腹器裡面 對不對 現在它不存在它那邊 存在這一顆硬碟上 這樣知道意思吧 所以說呢 以後有改變的 都是放在這個 SERV01上面 好你看它開機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開機完動作呢 它花了多少檔案 需要多少檔案 會產生多少檔案 就在這邊 好了 各位就登錄進去把它打個密碼 好 下一步 好 打一下密碼 好 完成 好 這個呢 一樣 因為我們做加強工作階段 來 自己把它調一下 1024x768 然後底下箭頭按一下儲存 下次它就會幫你用這個解析度來開啟 好 然後登錄一下 來 現在我要做的是什麼 檢查SID 對不對 好 12202自己做喔 好來 我來檢查SID Who M I User 好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1561 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剛剛是不是 56708 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這500就不管它了 因為這前面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這代表這一台機器是屬於新的 清空的 基本上它的電腦名稱呢 也跟著改變了 它也會給你一個亂數的電腦名稱 也不會跟你前面的重複 你前面如果有自己改名字 它也會幫你用個亂數出現 知道吧 那你現在是不是 做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把電腦名稱改掉 改成叫什麼 SERV01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做 我們現在目前是讓各位知道說 SID是不是變了 這個樣才叫一台新電腦 新的作業系統的電腦 知道吧 來我們先暫停 好 可以看到這個SID 就不一樣了 這樣你就完成了一個 我們的複系硬碟 複系硬碟的一個使用 就是差異硬碟 才會找到我們的複系 對不對 你在做行為 在做一個差異硬碟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做好一個複系 把它清除為SID 對不對 然後新增虛擬機器的硬碟的時候 再去做差異 再去選擇這個複系硬碟的位置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去開機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SID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章節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